Hello大家好 我是火星小焦 今天这期呢给大家分享的特别好看的冬天穿的羊羔毛外套 现在我们来打开个店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第一款米白色的 还有个咖色啊 这两个颜色呢我都买回来了 到时候呢对比穿上升 大家帮我看一下哪一个颜色是最好看的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这款羊羔毛 这款羊羔毛呢它是不容易掉毛的啊 会有一点小符毛 但是我使劲捏它呢都不容易掉毛 还算可以的 像这种羊羔毛外套的每年都很流行 这里是拼接了一个灯芯油的一个薄鞭 组线真的非常工整 离近点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是扣子的 这扣子呢我觉得也非常有设计感 像一个柳角扣的款 非常有设计 细节大家视频里面就能看到啊 非常工整 而且它这是拟口这里的做工也非常工整 关键是它不掉毛 我真的是很心动了 看一下后面 后面的话呢就是这种纯色的啊 比较简单 这件羊羔毛外套呢它是版型比较宽松的 它是一个坠码的啊 然后袖子呢它是也非常卷边的 到时候卷个边呢也是不影响的 袖床可以自己去调节 非常好穿的一块 因为它袖口这里呢是做了一个拼接这种灯心绒的 是专门给你卷边 非常好看 看一下这款咖啡色 咖啡色呢它拼的是个米色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咖啡色呢不是很深 这个颜色呢是比较浅一点的啊 就不太挑肤色 而且我觉得还不错这个颜色 看一下这个袖子 袖口呢它这是灯心绒米白色拼接的啊 这款是咖色拼米色的 我觉得还是蛮个性的 而且它的款式我觉得很百搭 无领的是最好搭配的 可以搭配年帽的卫衣或者毛衣 跟着衫来穿都是没问题的 现在把这两件外套穿上身对比一下 大家帮我看一下哪一件最好看 好这款米白色的呢我现在穿上身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袖子直接放下来了呢 它是比较长的 咱们一定要把它卷个边 刚好这里还有个印记啊 就可以卷到这儿的 大家看一下 卷个袖子呢穿起来会更好看一些 而且有层次感一些啊 下面就可以搭配牛仔裤或者种米白色的裤子 这款米白色裤子呢也是他们家的 我看一下整体吧 下面我搭配了一个马丁靴 刚好也是浅色系的 穿在后面 这款夹容扣呢非常厚实 而且非常的平价 这款夹容牛仔裤非常百搭的 配任何外套都可以 这里面的打底呢 也可以配个半刀里 或者对地里穿都是没问题的 或者两毛都我也一穿 板鞋非常好看这款羊羔毛 这个拼色编的 我觉得很有设计感啊 我把扣子扣上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扣子扣上的话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感觉风格又变了一点 有点不一样的感觉 搭配一个包包 这款包包也可以斜跨背或者手脸 搭配任何衣服都可以的 又有百搭 谢咖啡 这一套穿搭呢 学生档上面 也都是可以去入的 而且非常品价 也算是我资品到的一个 宝藏款的羊羔毛外套了 我再看一下卡瑟 卡瑟已经穿上了 大家可以对比看一下 这款卡瑟呢 它是差到好处的一个卡瑟 不会很深也不会很浅 我觉得颜色是那种刚刚好的 非常喜欢这款颜色 它拼了一个米色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 内搭和裤子我都没有更换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总的来说呢 它性价比真的还挺高的 这款外套呢 我觉得它是蛮推荐大家的 版型非常的好 而且很百搭 配任何打底衫或者牛仔货 都是可以做搭配的 比较好搭配 这是卡瑟的一个效果 我们把它扣上 大家可以猜考一下 学生档和商购族 都是可以去入的 好了 想将每期视频 都是真实测评箱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